中国广州 有一所国际化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性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学校有三个校区 其中北校区坐落在国家风景名胜区 广州市白云山北路 南校区位于广州大学城 大老校区坐落在广州市大老 总面积2290亩 在这里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学生和老师 齐聚一堂造就了多元的大学文化 每天都上演着地球村一样的大戏 外校为主体部分采用地球造型 上半球为简约地球仪造型 象征学校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办学思路 下半球为W的变体造型字母 既是外语外貌中外字的汉语提音声母 又是英语Word的首个字母 寓意该校能培养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 国际通用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广外在中国是每一度高的大学 在广东省更是家喻户晓 据不完全统计 自2002年以来 社会主流媒体正面报道广外 达1500多片次 网络转载不计其数 如果你问市民 他们会说 广外学生外语棒 动手能力强 地业就业率高 也有的人会这样说 学生贯通中西文化 气质高雅 事业开阔 思维灵活 早在公元三世纪三十年代 广州就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岗 时至今日 广州仍然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南大门 1965年7月 根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和副总理陈毅的有关指示精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前身 广州外国语学院成立 饶张峰首任党委书记院长 广外当时的校址在寿狗里 地处荒野 就是饶张峰先生 带领着第一代广外人 从荒地中建起了中南地区 第一所外语院校 1970年 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 中山大学外语系 济南大学外语系与外贸系 以及广州外语学院 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 同时学校更名为广东外国语学院 1970年 学校从寿狗里 签至广州北交县制 广外在学界影响大幅提升 迎来第一个鼎盛时期 其标志是民家会聪 1977年 恢复高考 学校恢复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校命 并重新划归教育部管理 1995年 原广州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合并 组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划归广东省管理 学校从单科性院校 逐步转变成多科性大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 以徐真华为班长的学校领导班子 抓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大好时机 先后推出五项改革 新五项改革 做出进驻大学城的战略选择 同时着力打造国际化办学特色 学校建设再上一个大台阶 2004年 广外成为第一批进驻大学城的高校 2008年 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化转广外 为广外校区布局优化 提供了新的空间 广外面向全国 包括港澳台地区招生 均为第一批次 现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两万多人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流学生 在这里学习 使该校成为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大舞台 广外靠近白云山 这边的空气很新鲜 我很喜欢在这儿学习 我们过得非常开心 校园文化有包容力 有气质有内涵 有学识有思想 I feel that compared with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t th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he concep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well established and well known 各个都是好样的 明德上行 学贯中西的校训 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要求 明德上行 意即追求美德与至善 推崇行动与实践 学贯中西 要求广外人 具备跨文化视野和通财意识 这里充满了活力 盲人意教工作令我改变了很多 大学的基本职能是什么 我们广外在全球化 信息化 知识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的定位和贡献 又应该是什么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 是大学的三项基本职能 广外正力争打造成为科研和教学的双高地 现有国家科研立项一百多项 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七十多项 科研经费充足 吸引大批学者驻校科研 广外的云山学者计划 用重金公开向海内外 招聘专家学者到广外来从事研究活动 为了让学生有创业的舞台 广外建立了云山系列勤工助学基地 鼓励学生自主创业 广外也鼓励学生投身实践并融入社会 从而使学生成为有用之才 我们建设两院两基地 也就是我们组建了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广东国际服务外包研究院 我们建设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 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基地 就是综合了大学的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 广外的办局特色是什么呢 这是需要明确的 医生大学不在于大 也不在于权 而在于有特色 而国际化就是广外已经具备 而且将来要进一步强化的特色 广外终极建设目标 就是要把大学建设成为一所国际化特色先民地 高水平教育人这些大学 迄今为止 已与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一百六十多所大学和学术文化机构 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也正式开办三所海外孔子学院 四话 则从另一角度 诠释了广外国际化战略的目标 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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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广外是一份乌土 这份乌土成就了我和我的团队的事业 就是在这份乌土上面 我们得以抽脂发芽 兴旺发达 广外大进入最好的发展阶段 这里气氛好 山水秀 人文汇翠 天时地利人和齐利 前景光明 在这里工作 我有一种归宿感 两院两基地的建设 让我们紧贴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 我作为服务外报研究院的筹建人之一 倍感自豪 广外为年轻老师提供了宽广的平台 在这里 个人的发展 大学的目标和社会的期望三者 是有机统一的 我长期负责教育新闻 见证了广外的成长 广外的社会形象非常好 是优质教育品牌 广外口感良好 教育理念先进 毕业生就业如高 我们家长很乐地将孩子顺利广外学习 我们广外校友时刻关注着母校的发展与进步 我以自己毕业于广外而感到自豪 广外 我喜欢 广外 我喜欢 广外 我喜欢 广外 广外 로